好久没有观战幸远儿了 来观战一把幸远儿高分段 这个是古董是目前的榜一人皇 就可以知道这个分段有多高了 这把的话幸运儿舞女古董家佣兵面对使徒 怎么说呢 使徒的话他打这套阵容机会面不大 因为佣兵这个点救人比较稳 他上来就算是抓个幸远儿抓个古董 他其实抓舞女反而感觉 如果舞女这边提前不好证 你还真别说古董啊 幸远儿可能要比这舞女好抓的多 第一只猫没有能有机会咬到的话 其实刚才猫配遗形先起一刀 会不会好一点啊 因为他张狂的嘛 这刀早点起好的可以打到一刀 这刀打中以后 舞女这里拉点 使徒是可以交遗形赶路的 猫咬中交遗形赶路 一跳完成击倒 遗形 这边往回翻 有飞轮啊 有飞轮 有飞轮 先滑步 然后 飞轮 nice 给力 但是没有交互点了 这个飞轮交的还蛮不错的 阵容上面来讲呢 这道阵容 佣兵如果说能够在 第一波救人时候不吃双岛 其实想保平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想真胜的话呢 密码机总量两台半还不到 应该是不太有真胜面的 空 幸运人这边有把枪 还要再翻道具 这把幸运人道具 会不会多了一点啊 摸了根针 他是想要 待会可能 比如说再摸个电筒什么的 枪加电筒之类的吧 这根针应该不是他想要的 这里是幸运人来救第一波人 吃一刀把人救下来 救下来以后 贴脸交枪 相当于打出一个搏命的效果 那么使徒这波是 被打出了一个 比较不舒服的救人啊 因为这波救人 对于求者来讲呢 是能接受的 而对于使徒来讲呢 就是雪球没滚起来 他迎面基本上已经是被 打的没胜多少了 这边猫一放 没想到古董商反手一棍 再点一棍 猫是咬中了那边的幸运儿 不太想抓幸运人 因为抓幸运人就等于说 重新上一波挂 那密码转来就三台 这边的话 幸运儿交飞轮来顶你的沉默 继续修机子 舞女这边的话 马拉 古董商这边再绕一圈 大哥 你这古董商玩的 很烦人哪 没有这古董商 这个局没有什么机会 但是这波古董商 是真的把这波二六打 打飞天了 打完以后 这边反手来抓古董 这把有一说一真的就求生者打得好 你说使徒有什么毛病呢 使徒这边也没什么问题 只是他没有想到古董商这边过来了 一个遗形过来的是来通通袭这边的幸运儿的 但是通袭这幸运儿 大哥你别来了 你再来 你再来 这这这这这绕金黄这怎么玩 武女那边新奇台机子 这里的话 傭兵救人 你也不可能去管这个古董商了 这边的话 只能做防守 其实这个局管佣兵真的没法打呀 管佣兵佣兵这边吃两刀 除非是外面打一刀 然后定住以后再打一个震盛 佣兵人救不下来 佣兵人救不下来都没有关系 这古董商能救人 这边的话去管佣兵的时候 古董商这边顺势把人们一偷好了 那这样的话就应该是没有任何学念了 哪怕你守住中场的机子这边 武女也已经兴起机子了 呃 其实这个时候感觉 穷者可以看情况再补一些道具 因为这局四个人都可以用道具的 幸运人的话摸出他的手电 然后娃娃这边贴门 幸运人刚刚不是有根针的吗 那根针呢 用兵中场在抢机子了 这边的话管古董商 古董商是管不了的 其实这个时候找幸运人 或者找武女 打出一个上瓦菲的缺口 然后开门站针对这个点去打 对 开门站针对这个点去打 一波跳 但是没跳好 板子拍掉 机子的话压好 那吃一刀 佣兵这边也去贴门 但是娃娃已经贴上门了 猫先 用掉 等 这边的话直接亮机 诶 直到你这个时候没有猫 赶紧亮 使徒这边的话移行 诶 回头照灯沉默你 一个打的比一个好 一波跳 一刀打 好的 有移行 但是那边的门估计差不多了 三个人都在这边 移行赶过去 不要走 不要走 幸远前面就是地窖 第一时间爬估计也爬不到 这边的话是想交自起 然后用飞轮来试一波 因为这个自起应该是能交的出来的 然后手里面有手电可以沉默 手里面有飞轮 阿飞 不出来 拜拜